大家好,我是小应,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之前的视频,我们已经讲过了OBS的下载、安装、录屏 如何获得一个比较干净的声音 以及如何让游戏声音、音乐声音、自动避让麦克风的声音 上一个视频我们学会了如何使用OBS进行直播 以及如何进行绿幕抠图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在OBS画面中添加灭波云弹幕等插件 以及直播转场设置等直播间的装扮 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画面 我们把直播间加上弹幕 打开灭波 在左边菜单栏中选择主播助手 这里有非常多的插件可以使用 今天我们主要讲如何在OBS中加入弹幕 点击智能场景 在左边图层栏中点击添加图层 在最上面分类这里选择弹幕 选择互动信息 我现在没有开播 所以弹幕列表是空的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模拟弹幕来看看效果 点击图层下方模拟数据 把这些模拟项全部开启 现在弹幕列表中就有数据了 来到OBS 在来源这里点加号 选择视频采集设备 命名为灭波 点击确定 在设备列表这里选择灭波智能场景 点击确定 直播画面能显示弹幕了 我们在灭波云这里把弹幕显示的位置调整一下 OK 基础的互动弹幕就添加好了 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其他需要的插件 点击添加图层 这些插件大家都可以点击看看效果 比如我再给直播间添加一个加班挑战 来到OBS 画面上没有显示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是这个插件没有打开 在灭波云这边选中这个插件 点击屏幕下方立即打开按钮 把这个弹窗最小化 注意不要关闭 再来到OBS 刚刚添加的加班挑战插件就显示在直播画面中啦 你还可以在灭波云智能场景中对这些插件的样式进行修改 比如我选择加班挑战 在右边就会出现这个插件的样式设置内容 选择互动信息 就切换成了互动弹幕插件的样式设置 大家可以在这边设置看看效果 我们如何去掉这些插件呢 点击左边图层列表 选择要删除的插件 点击后面这个垃圾箱图标 点击确定 再回到OBS这边 加班挑战插件也同步移除了 好 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布置好了 在直播的时候 我们偶尔会离开一下 那我们再来准备一个中途休息的场景 先创建一个中途休息的场景 为了好区分 我把场景名设置成中途休息 确定 现在这个场景中是没有任何画面的 在来源这里添加一个背景图片 选择准备好的图片 点击确定 然后再加上一个文本 给文本命名 点击确定 在文本框内输入文字 比如去换舞蹈服 马上回来 在色彩这里 给文字调一个颜色 这里我就随便选一个颜色啦 背景颜色 选择黑色 透明度这里根据需要拉过来 就变成这种效果了 我这里给它设置50%的透明度 再给字体加上轮廓 轮廓颜色 黑色 透明度100% 点击确定 调整一下文字大小和位置 如果这个字太长了 我想让它滚动起来做成跑马灯的效果 选择文本 右键 滤镜 右下角点加号 选择滚动 点击确定 这里设置滚动的速度 我们往右拉一点 是这个效果 再往右拉 是不是就更快了 这个垂直滚动 我们也来演示一下 先关闭谈窗 添加文本 多行文字 在这里输入多行文字 在这里选择一个字体 大小选择28 字体颜色 我选择美红色 背景透明 还是设置黑色 50%透明 轮廓还是设置成黑色 点确定 这个文字有点小 我们调大一些 在来源这里 右击文本 滤镜 右下角点加号 选择滚动 拖动垂直滚动 看看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我们把它也调整一下位置 OK 那中途休息 观众也是可以互动的 我们再把弹幕也加上 和前面添加弹幕操作一样 因为我们已经在 灭波云把弹幕打开了 这里直接添加就可以 在来源这里添加视频采集设备 命名为弹幕 点击确定 在设备这里选择 灭波 智能场景 点击确定 我们一个简单的中途休息场景就布置好了 我们选直播场景 观众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 选中途休息场景 观众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了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其他的需求 需要在直播中临时加 但是又不想让观众看到我添加其他元素的过程怎么办 非常简单 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工作室模式吗 点击工作室模式 上面就会出现两个画面 左边这个是只有我们自己看得到的 右边这个是观众看到的画面 比如直播接近尾声呢 我们加一个泄目 场景名就起泄目吧 现在左边这个事况是一个空白的场景 我们加个下播感谢画面 打开灭波云 在主播助手这里找到下播感谢插件 点击打开 这是一个模板 我们把它套用上我们的内容 回到主播助手列表 点击下播感谢插件上这个齿轮图标 这里有一些皮肤可以选 有免费的也有收费的 还有动画速度 关注地址 直播时间 特别感谢的 都可以在这里修改 修改好后 再回到OBS这边 在来源这里 添加窗口采集 命名为下播感谢 确定 在窗口这里选择 撇拨下播感谢 点击确定 调整一下页面大小 我们的下播感谢就做好了 我们在做这一系列操作的时候 观众是感觉不到我们在操作的 观众看到的是右边这个画面 直播结束时 我们点击这个直接切换 这个内容就显示到了右边事况中 这时观众看到的画面中 也显示了下播感谢 比如我们要把直播场景 推送给观众 点击直播场景 然后再点直接切换 观众就能看到新的直播画面 这就是我们的转场功能演示 还有一点 我们是不是发现 这样转场有点生硬 除了直接转场 这里也有淡入淡出 淡出都黑色的转场效果 把淡入淡出效果实际 设置成1000毫秒 来看看效果 除了这些 在转场动画这里点击加号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转场效果可以选择 比如我们选择滑入滑出 确定 选择滑入方向 点击确定 在快速转场动画这里 把滑入滑出 添加到页面上 设置时长1000毫秒 我们再来看看效果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酷的效果 插入视频 我们在网上找Stinger过度下载 付费和免费的都有 这些效果都非常漂亮 下载完成后 我们在加号这里选择插入视频 确定 点击浏览 载入刚刚下载的特效 下载的这个特效提供了三个版本 第一个 转场音效 声音比较大 第二个 转场音效 声音比较小 第三个是 纯动画 没有转场音效 我们选择第一个版本 转换点 意思是在动画运行到多少毫秒的时候 开始由画面A 切换到画面B 这个时长 根据你们的转场动画去调就可以了 一般下载的特效中会有提供 我们打开刚刚下载的文件 这里有标明是1500毫秒 那我们就在OBS这里填1500毫秒 选择监听并输出音效 点击预览 A和B在转换的瞬间 是不是被这个特效完全遮盖了 点击确定 在快速转场动画这里点击架号 选择插入视频 现在我要把左边 谢幕这个画面推给观众 点击插入视频 画面转到了右边 这个就是我们的 场景转场特效功能 大家看到这上面有个转场动画 下面这里又有一个转场动画 这两边点来点去的 是不是感觉有点懵 其实上面这个转场动画 控制的是工作室模式下转场的特效 而下面这个转场动画 控制的是通过点击场景 来切换场景的特效 我们退出工作室模式 来演示一下场景切换效果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场景动画的设置方法 如果在直播中 我们想快速切换直播场景 而不用到OBS中来选择场景 我们可以在设置这里 设置场景的快捷键 比如直播中 O2加1 中途休息 O2加2 谢幕 O3加3 这样我们在直播中 放下O2加2 就能切换到中途休息场景 按下O2加1 直播中 按下O2加3 展示谢幕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了 如何装扮你的直播间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到过来 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